透过短期出家,让在家种也能够体会出家生活,种下菩提种子。 嘉义庙云南若,自从大殿整体建筑建设完成后,积极推广法务和课程,每年都会举办短期借会或产修营。 今年在国立7月12至19日,为期7天,也将举行短期出家借会,方便在家弟子,体悟出家僧团生活。 修神尽得。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因缘,刚好南若可以见识这样各方面,要来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,推动回馈社会的话, 就是说我们还可以,也不是说很完善,但是呢,借着放假当中,我们从一开始肉层到现在, 每年我们都一直推动,就是菩萨借会,还有短期出家也办过了,就每年都有这样子的,一年一次的变化,就是菩萨借会。 那第二年就是短期出家,时间上允许的话,在暑假当中一些教师群,一些想学佛, 借着能够希望,在有机会,在七天当中好好的学着出家的生活, 把身心静下来,把他们一生当中劳累的,就是这个时间呢,种下智慧上根种子。 所以呢,在导师这样一个环境,妙颜然弱之下,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推动这样的工作,这样的环境给大家。 放下万元,置心已处,体会出家的团体制约,让生活回到规律简薄的状态, 也是沉淀心灵绝佳的方法,同时能清净善知识。 此次介会,更离请到红印长老,担任德界和尚,传妙法师,会场法师任阿舍离, 实践传统佛教一致,方便在家弟子,体悟僧团生活。 法节新闻无用曲,嘉义采访报道。